来 吃药哦 来 吃药哦 快点回家哦 天气越来越冷 这时候如果来吃暖呼呼的羊肉炉 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今天要介绍一家 位于台北市松山区的全羊馆 顾名思义就是主打全羊料理 餐点选项多元 尤其是招牌的蔬菜羊肉锅 红烧羊肉锅 特别受到顾客的喜爱 老板说羊肉的营养价值很高 相当适合拿来滋补 语寒 那其实有一句俗语在讲 东吃羊肉晒人生 春夏秋食一乡生 那其实从这边来去 从字面上的解释来讲的话 就是羊肉它本身 它就是温补的东西 对人体本来就是好处 而且包括羊的全身的 羊的全身上几乎都是薄 其实羊它本身的蛋固层 相当相当的低 那它本身它肉质来讲的话 它就非常的细腻 像其实你会看到我们的肉 其实我们红烧羊 里面我们有出了羊排羊 其实我们还有带皮野生小山羊 那我们的肉全部都是澳洲进口来台湾的 在台湾的羊它人工惯羊的话 它就是在篮子里面 你都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喂它 它就开始肥大 可是在澳洲的羊 其实我常常讲澳洲羊很辛苦 它吃一餐 它必须要从这个山头跑到另外一个山头 所以基本上澳洲羊 它的肉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非常的甜美 这家飘香三十多年的羊肉炉 主打澳洲羊肉 不只肉质鲜甜 细腻 而且没有令人害怕的羊骚味 每到晚上的用餐时间 就会开始涌入人潮 可见这家店有多么受欢迎咯 老板为了让羊肉炉的汤头 有自然的鲜甜风味 坚持不加人工香料 每天用古早味的烧烤甘蔗熬煮汤头 老板说 把甘蔗放在瓦斯炉上烤之后 味道才会特别的鲜甜 老板这么用心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好的品质给顾客 据说原本不敢吃羊肉的朋友 来到G家店之后都赞不绝口 而究竟秘诀在哪里呢 来听看看老板怎么说 因为我们有办法把羊烧味去除掉 我们当然就是在红烧羊里面 我们加了很多非常多的去心 去羊烧味的一些香料在里面 所以让羊的本身的味道 它羊烧味去除掉 可是肉质的香味它还是依然存在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店里面之后 甚至有很多从来不敢吃羊的客人 然后他来到我们店里面 他可以尝试看看 尝试完之后他发现他敢吃羊肉 我觉得羊大骨很特别 因为它可以吃得到那个骨髓 然后它的那个汤头喝起来很甘甜 然后蛮清爽的 然后不会有腥味 老板在厨房里一直忙着熬煮羊肉 因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 专场来享用美味的羊肉炉 香嫩饱满的羊肉 搭配自然甘甜的汤头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最近想要吃羊肉乳的朋友 不妨来这边品尝看看哦